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分子事件是生命活动的基础 也是我们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内在驱动 无论是遗传信息的表达 细胞信号的传递以及免疫系统的调控 还是我们药物的治疗或者是疾病的诊断 都离不开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所以如何去检测并且分析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分子事件 并且揭示在疾病发生发展 或者是在我们药物治疗过程中的重要分子作用机制 是目前疾病和药物研究所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 那么影像学呢 影像学呢是我们整个这个在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那么包括像PAT这个合制共振光学以及光深成像 那么都是我们在常见的这个一些常见的这个技术平台 那么在光学成像的过程中呢 有一类的这个发光原理 我们称为Bi-Women License就是生物发光 那么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相对比较常见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和这个海胜 还有我们这个著名的阿凡达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这样的这个发光现象的 那么都是生物发光的 那么生物发光呢 它是一种煤催化的一种化学发光的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它能够将我们的生物的ATP的这个能量的高效的几乎百分之百的转化成光能 那么在它可以和荧光不太一样 它可以不依赖于外部的光源激发 就可以发生这样的一种自发的光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可以避免荧光常见的光漂白以及这个自发荧光的一些干扰 导致它的这个灵敏度和这个特异性会相对比较高 那么这个呢是整个这个萤火虫荧光树发光的一个原理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Luciferin可以在Luciferin的这个催化下 能够把通过一个氧化反应 那么把我们的ATP的能量呢 通过最后的一个氧化 以光的形式把它给释放出来 这就是一个生物发光的一个基本原理 所以我们课题组呢和山东大学李明勇教授合作 在过去几年的围绕生物发光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来进行了开发了一系列的分子探针 并且利用这些分子探针的技术呢 来揭示生命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分子事件 那么这个是过去几年的一些工作的进展吧 我们通过一些具有新结构的分子的构建 那么获得了一些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这个分子探针 并且利用这些分子探针 对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些生物分子事件进行实现它的可视化 那么基于这些可视化的一些结果的分析和检测呢 我们希望能够发现跟药物相关的一些效应分子 以及我们新药发现包括我们药物的高通量筛选 在这方面呢我们过去几年呢做了一些工作 下面呢以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进展吧 那么第一个呢是这是今年我们2022年刚刚发表在AC上面的一篇文章 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去甲肾三线素的一个工作 那么去甲肾三线素呢 它主要是通过交感神经来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 并且和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有关 那么和一些特定的肿瘤的发病率呢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目前呢缺乏一种可靠并且准确的体内的 用于活体水平的去甲肾三线素的检测方法 于是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够基于这样的一个生物发光的原理来进行检测 那么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化学的方法 那么很高效的获得了一个NPP 就是这个去甲肾三线素的生物发光碳针 那么这个生物发光碳针的原理呢 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引入了一个流带的这个二碳酸子这样的一个活性结构 我们在这个碳层中呢把这个部分呢称为trigger 那么这个trigger呢可以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去甲肾三线素存在的情况下 去甲肾三线素上面的这个首先第一步 它的这个氨气上的未公用电子队呢 可以特意性的进攻这样的一个这个碳位 然后引起这个双剑的一个电子转移 那么在电子转移了以后呢 那么很容易的就把这个流分那么给离去 离去了以后呢 在下一步呢 在这个去甲肾三线素的这个纯枪机呢 又会再一次进攻形成一个五元环 从而把这个r也就是我们的luciferin把它给释放出来 那么在释放了以后呢 在luciferin的存在下呢 可以很容易的把atp的这个能量转化成光能释放出来 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去甲肾三线素生物发光碳针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具体看一下这个碳针的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在体外 它具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选择性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biomarker呢 实际上是没有反应的 那么对于只对我们去甲肾三线素有很好的反应 第二个呢 在体外呢 它们获得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线性的这个叫我们叫浓度依赖性的这样的一个激发 我们它的这个光学的这个bionicense的光子素或者光子密度素呢 它是和这个去甲肾三线素的contribution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我们也测试了它的这个安全性 那么在细胞上面它的安全性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在500个micron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是不会影响细胞的这个活性的 那么那我们在体外做了这样的一个线性关系的研究以后呢 我们也希望看一看它在这个细胞水平 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完成这样的检测 所以在这个实验中呢 我们验证了我们的探针在细胞水平也就有较好的剂量 浓度依赖性的光学响应 那么在做完它的这个体外以后呢 我们的做bionicense最大的一个优势呢 是可以做铁类 所以我们把它转向了活体 那么但是呢 bionicense的整个发光体系呢 是依靠我们体内的一个一个一个发光 这个酶的活性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包括外原性的这个去甲生酸腺素 或者是激发类原性产生去甲生酸腺素的这些事迹呢 对发光本身有没有这个体系有没有影响 那么我们首先做了测试 发现了这两个部分呢 对本身的bionicense的这个Systems 它是没有一个影响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 接下来就进一步进行它的活体的一个成像 那么我们在外原性的给予了这个去甲生酸腺素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发光的光子素呢 是明显的随着我们给入了这个去甲生酸腺素以后 出现了一个较好的一个光学的响应性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统计学上面的一个差异 那么这是一个外原性给予的去甲生酸腺素 那么内原性怎么样呢 我们又给予了 这个是不同剂量的外原性的给予 我们也可以看到 同样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剂量依赖性 那么我们又用药物 这样一个去激发它体内 内原性产生这个去甲生酸腺素的水平的升高 那么同样用我们的探针 也可以很明明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尤其因为我是做神经的 我们特别关注在大脑的这个部分 那个去甲生酸腺素的这个上升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通过这样的一个药物刺激以后 它在大脑的部分 也同样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探针不但可以做全身的这个成像 还可以透过血脑屏障 用于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个 这个去甲生酸腺素的一个探测 所以这篇文章呢 是在今年上面发表在AC上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 因为我们科体组 包括周边的科体组 对这个肿瘤的药物筛选 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肿瘤的这个筛选过程中呢 这个消极还原酶是一个 与肿瘤的缺氧状态 并且相关的biomarker 它也与它的这个肿瘤治疗的耐用性很相关 于是呢 我们用同样的思路呢 开发了三种不同的这个检测 消极还原酶的生物发光碳症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引入了一个消极 那么还原酶呢 可以把消极还原酶胺基 从而触发这个Luciferi的release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在使用了我们的药物去刺激 这个去抑制 我们的这个肿瘤的 进行肿瘤治疗以后 我们肿瘤的这个消极还原酶 是明显的下降 而如果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而没有没有没有进行治疗过的 这个肿瘤中的这个消极还原酶的水平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肿瘤的生长周期 我们可以在同一只老鼠上面 用我们的探测 观测到这个消极还原酶水平的动态变化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在同一只老鼠身上的不同周期 来观察我们的 一个是肿瘤本身的发展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抗肿瘤药物 在活体上进行高通量筛选 就成了可能 而不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促使老鼠去取它的样本进行检测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光子数 和光子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我们的 抗肿瘤药物的一些活性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我们的气体型号分子 硫化氢 这是一个在 大家都知道在体内 具有重要的这个生物活性的这样的一个 嗯 气体型号分子 那么我们也同样设计了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来进行啊 气体分子 硫化氢通过一个还原 刚刚才是一个消息的还原 这现在是一个迭代的还原 也同样可以特意性的检测 这个硫化氢的一个在体内的变化 这也是发表在2016年的AC上 那么除了这些重要的biomarker和信号分子之外呢 我们也关注阴离子和阳离子的生物成交 那么谷离子就是一种 和这个环境中毒有关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阳离子 同时呢 它也和我们的一些营养状态有关 那么我们同样开发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用一个Cage group 去做了一个特意性的 针对骨离子的一个检测探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阳离子 这个骨离子它的选择性是特别好的 那么无论是腹腔给予骨离子 还是口腹给予骨离子 那么我们的探针可以清晰的 把这个骨离子在活体状态下的 吸收分布排泄的信息 能够迅速的捕捉到 那么通过我们的探针呢 在活体状态下获得这个骨离子 在体内的一些代谢信息 为我们的这个 无论是营养学的研究 还是基础的生物学功能的研究 提供重要信息 这篇文章发表在2018年的AC上 那么阳离子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很感兴趣 阴离子是否也能够做到 那么腹离子是我们日常使用的 牙膏中添加的一种 这个防取齿的这个重要成分 但是呢 它也与这个牙斑 腹斑病和腹斑牙 身高迅速相关 那么我们也通过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Luciferin的这个结构中呢 去引入了一个龟 一个龟的保护集团 因为龟和腹可以形成 一个非常强的符规件 从而特意性的 把这个龟给切断下来 那么从而获得 一个BioNesis的信号 那么其实原理呢 跟刚才我讲的 其他碳症原理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分子碳症的 首先它的选择性非常好 第二个呢 在活细胞水平 它的这个变化是 可以清晰的被可视化出来的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在活体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 在浮粒子在体内的分布 包括它的代谢过程 那么这篇文章呢 也是在2016年发表在AC上 那么除了刚才的一些碳症之外 我们对药物 特别是这个一些 另外一些气体性化分子 包括氧化碳 我们也很感兴趣 但是氧化碳呢 它有个大问题 它和硫化氢不一样 它本身不具有一个 特别强的一个 这个化学的滑跃性 或者是氧化性 所以在做这个碳症的时候 相对来说 比较难去选择一个 特意性的specific的trigger 那么我们呢 是在2016年的时候 发表了全世界 第一个氧化碳的药物 我们在做这个药物的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就是氧化碳 很难在体内去 动态的捕捉到它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药物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可视化的 可视化的药物 就是在这个药物 释放氧化碳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荧光的变化 我们用这个 这个氧化碳前药本身的荧光变化 从而实现了 在细胞中去捕捉 氧化碳释放的速率 包括释放的 它释放的部位 等等 这篇文章呢 是发表在这个 Angle的运用化学上面 那么除了 刚才我讲的一些 化学方面的一些创造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 更高端的设备 来实现我们的可视化 那么这个是我和 我们这个 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组合作 做了一个光生成像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光生成像是用激光去激发 同时呢 用这个超声波去进行一个 捕捉它的信号 那么进行成像的 这个是在我们实验室 自己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 是一只小鼠 这个是小鼠的大脑 和小鼠的耳朵 这个是在没有打开头骨的情况下 通过我们自己 自主开发的这个光生成像 可以把耳朵和大脑里面的 这个血管清晰的 把它给拍出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成像的分辨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除了这种小型之外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 大型的手术导航的 可以对这种内人的动物 这种大型动物 在几秒钟之内 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像 这是我自己实验室搭建的 我们在这台设备上完成了 大概三只猴子的 大脑血管重建的外科实验 那么无论是大动物 还是小动物 无论是这种大尺寸 还是小尺寸的 这样的一个成像的设备呢 我们目前呢 已经具备了这样的 一定初步的一个平台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这个虽然在一直 在做一些光学探测方面的一些 包括设备上面的一些技术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为国家的一些 集国家之所集 所以在2020年新冠的初期 我们也利用我们的 这个光学可视化技术和 南京多维站 还有江苏达伯等一些企业 我们联合开发了三个 这个新冠的四季核 那么包括这个有 多重荧光的这个核酸 还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数字PCR的 一个四季核 同时还有这个 通过这个可视化的 多抗体的这样的一个 抗体联合检测的新冠四季核 那么也向很多的地方出口 累计是销售了三百多万份 这个 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 不仅做一些 技术的科学研究 也希望把自己的研究 能够真正的用到 我们的产品转化上去的 一个一个一个工作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关于 光学技术和光学探测 科技组的所谓的汇报 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执 谢谢